3月21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关于乌克兰问题,中俄两国强调 负责任的对话是稳步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为此,国际社会应支持相关建设性努力 双方呼吁停止一切促使局势紧张、战事延宕的举动 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 反对任何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 此外,两国元首还签署了2030年前 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将在八个重点方向开展双边经济合作 据Fox News报道,纽约执法单位内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3月21日将不会提控或逮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因为周三将有新证人出席对大陪审团作证 如果决定逮捕特朗普,可能至少要延到下周 目前尚不清楚将在周三出面作证的是谁 另据美国新闻周刊20日报道,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正在呼吁采取非暴力形式的抗议 以应对特朗普可能在曼哈顿被捕的情况 报道称,这表明特朗普的支持者将参与一场全国性的银行挤兑 而不是走上街头示威 据LA Times3月20日的报道,加州州长纽森正在为解决流浪者危机尝试新举措 利用联邦医疗资金为无家可归者和有失去住房风险的人支付租金 各州被禁止使用联邦医疗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租金 但纽森要求拜登政府批准一项名为过渡性租金的新计划 该计划将为依赖加州医疗安全网的低收入入选者提供最多6个月的租金或临时住房 纽森正在推动加州版本的医疗补助计划及Medical 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实验性住房补贴 他认为纳税人支付租金比让人们陷入危机或在医院、养老院和监狱中接受昂贵的机构护理更便宜 租金支付最早可能在2025年开始 一旦全面实施 每年的费用约为1.17亿美元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发言人 拒绝透露联邦政府是否会批准加州的请求 拜登的医疗补助官员已经在俄罗冈州和亚利桑那州批准了类似的实验项目 加州正在效仿他们的项目 全美第二大公立学区洛杉矶联合学区劳资谈判最后一颗破裂 罢工自3月21日凌晨4时30分开始 一直持续到23日 学区被迫关闭上千所学校 影响了约42万学童及其家庭的课堂学习 校餐服务和日常生活 此次罢工的主体是洛杉矶联合学区的饮食服务 清洁卫生 校车司机 设施保管 特殊教育助理和数千名其他工人 他们隶属于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99分会 并不是洛杉矶教师联合工会 不过却也得到了教师工会的支持 工会表示 如果洛杉矶联合学区同意满足其加薪 30%的要求 并为最低收入的工人每小时增加2美元 愿意恢复谈判 学区官员在几天谈判中 通过一系列举措提高了报价 根据该学区的数据 谈判进行到3月18日 学区同意的加薪幅度累计上涨了23% 该加薪计划包括 为自2020至2021年以来工作的人 提供一次性3%奖金 以及延长的工作时间 更多的全职职位和更高的医疗保健资格 洛杉矶联合学区试图将这次行动 定性为不公平老公行为举行罢工是非法的 但加州公共雇员关系委员会 拒绝了学区的投诉提议 法国国民议会3月20日否决对政府不信任动议 意味着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在议会得到通过 法国最新民调显示 八成受访者不满政府决定援引宪法第49.3条款 在议会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仅七成受访者表示 支持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另有民调显示 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降至28% 为三年多来的低点 虽然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在议会过关 但法新社分析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危机局面就此结束 马克龙目前尚未就议会的相关最新进展发表任何评论 外界普遍认为 法国官方接下来会研究如何继续推动在议会的其他立法进程 北国官方接下来会的回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